我们来看看这个年底呢 这个没想到黑道的行业 也有不少商机 对 现在黑道似乎也蛮吃香喝辣的 大家想想看 刚过圣诞趴 接下来挂年趴 一路都在趴农历年前 还有高峰假期 结果赌跟赌很猖獗 那出了几个怪事 大家先看 说这有这个台北的警方在新庄 就据获献报说有一个那个铁工厂 大概也才六平大而已 可是竟然有三四十个人聚集在里头 好啦 警察一看就觉得怪怪 冲进去 结果一冲进去就发现 哎呦 整堆人在里面 赌那个天酒牌啊 这样子等等啊 他们就说没有啊 因为现在实际不好 做铁工也赚不了多少钱 干脆开天酒牌赌 反而赚钱 可是里头画面出现一件怪的事情 就警察发现有一个人 他是屁股很痛还是怎么样 一直夹着屁股在那边 然后站立南安 然后警察呢就也当作没看到 当作就也不想揭穿他 看你忍多忍多久 看你能夾多久 夾 真是 太厉害了 结果后来那个人就直接 跑去跟警察说 不好意思 我屁股我想上厕所 那你上啊 脱裤子啊 上啊 裤子一脱 各位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啊 警察进去啊 他把所有的赌汁 都藏在他的屁股里头 怎么可能啊 看起来跟底层同样 不是不是 钱夹在屁股里头 因为他实在是想要 他想要排放了 钱就掉下来 又去 好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天酒牌的赌场 在台南 那去查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发现 四十几个人挤在里头 不过惠敏 这比较不一样的 是我想讲防疫的破口 因为这里必须找到很多移工啊 是 你也晓得我们现在很多移工 对不对 他们本来就已经是防疫的破口 那你又非法去 去挤在一起 又没戴口罩 所以也抓这个赌跟赌啊 竟然呢 也可以对我们的防疫破口 能够补上一些 讲到赌 各位都知道 我们因为最近 这个活动多嘛 就毒箱 也真的是蠢蠢欲动 还好 还好我们高雄的 这个桥头地检署 加我们的保三总队 立了一件大功 大家看 十二月三十一号 当时呢 他们接获献报 说那个有一个货柜 两个 要从巴基斯坦过来 然后运的东西叫 岩岩 岩石的 然后岩巴的岩岩 那感觉好像就是说 沐浴用来什么 可是他们就觉得 这两个后队很可疑 所以就会从海关人员 货柜一进来 开箱 插 就一插里头 什么岩岩啊 长得是很像 全部 卡塔米价值四亿 全部抓起来 你看看 那时候警政署 非常开心 因为这是一件 很大的毒品走势案 把他抓起来 卡塔米大家要小心 那吸了 不但头昏脑脏 而且还会这个 我们说的膀胱 最后尿失禁 尿失禁什么的 不过我想讲最后一个 就是各位 你知道我们 卡塔米是三体毒品 可是最近现在市面上 很多那个赌啊 毒销啊 毒销啊 他们现在大大事在削 在赚钱的 就海洛因 你知道那海洛因 还记得年初 发生一件怪事吗 说有那个阿伯 在台湯 达人 海边散步 看到一个砖块 踢到海洛因 这砖块 看起来蛮奇怪的 可能是个其实啊 他捡起来 就没想到一捡起来 一看上面写着双失牌 别人听不懂 瑞德哥知道 双失地球牌这一档 一档一百万 标准三百七十五公克 不能多一克 也不能少一克 一档就是一百万 阿伯捡到几颗吗 三十二个 报警之后警察说 哪里 结果后来在屏东 又捡到了十二个 总共捡到了四十四个 为何 原来他们从金三角 船开到屏东小琉球 想要抢摊 船病啊 东西翻了 飘到台东 飘到屏东 这样白账有奖金 白账 有奖金 没有奖金 建议有为 我想讲的是 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时候 赌毒纯纯欲动 不要忘了 法网灰灰 疏尔不漏 对警方 其实不是吃素的 还是会继续查的 但是你看警方 这一下子查了 四亿元的毒品 K他命 最近台湾的状况 全球疫情影响之下是 人也进不来 人也出不去 或要出去很难 或要进来也很难 对 那应该都是因为 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现在无论你是要 正常的行业 或者是要做一些偏门的 走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其实进出口 因为真的是受到疫情影响 真的对他们打击非常的大 像我知道一个东西 我是去年十二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跟朋友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在钱贵唱歌 那时候唱完歌以后 我们就因为要离开了 要买单离开 那时候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种 所谓的叫做塑胶的这个味道 因为这个味道 以前我记得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每一家酒店 都会有常常这种味道 因为那时候 这个东西 有没有还没有列为管制药品 就叫做K他命 那时候我闻到的时候 就跟我朋友讲说 奇怪 怎么还会有现在在这种 钱贵这种 还会有人在那边抽K的 我说这应该很快就被抓去了吧 他说 根本没 他说现在这种抽 抽得起这种K他命的人 这种是非常有行情的人在抽的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了不起 以前一只就是百多万嘛 一颗就是一公斤 一颗就是一百多万嘛 因为他有一个 维持一个价格 就是一直维持在 一百三十万到一百六十万 这个是他维持最久的价格 那我跟他讲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 你跟我说抽的是行情 很少人抽得起 他跟我说 那时候就是像我讲 那时候一颗有没有 大概是落在 大概一千三百块 是一千六百块 他说现在一颗多少钱 他说现在一颗要三千 也就是代表一颗一公斤 要三百万 那我说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呢 他说应该就是有被垄断 然后再加上有没有 因为又要遇到圣诞节了 平安夜 然后最主要跨年又要到了 所以他们想要做这一波 那我说应该其实 也是跟疫情有最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朋友 其实他人命也很广 他其实他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要问他 其实他都有办法帮我解决这些疑难杂症 他就告诉我 他说以前一颗大的有没有 如果在走这种做坏事的 两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 最久最久 如果更快的四十五天 也就是说早期他们这些独消 他们这些大哥 他们要走私一些东西 就是最了不起就是四十五天 最久就是两个月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有没有 他说现在如果四个月有办法回来 就算快了 平均都要五个月至六个月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些独消 这些大盘商有没有 他们现在手上的货 其实都没有像早期一样那么薄 可能还没有像早期一样的 还没有到早期的一半就对了 那但是他们又不能把手上的东西 有没有一次全部都出光 因为为什么 全部都出光的话就没有货了 你断货就惨了 所以他们只能慢慢的出 慢慢的出 那因为就是最主要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进出口困难 所以这个K他命有没有才会长得这么的高